哈囉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來到ROMA的髮型頻道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企劃 我之前有說過 因為我有M型頭的困擾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執法啦 那我這部影片會分享我執法的整個流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先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影片準備開始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台北大安區的毛爵診所 這邊交通非常方便 開車來到這邊 交到下一下就到了 那我今天預約到的是 毛爵診所的院長來幫我做執法 等一下呢 要先進去諮詢啦 就讓大家看看我們是怎麼做諮詢的吧 GO 我們的右側方密度反而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會影響到說 像一些在取法的時候 它們也有側方 那其實比較明顯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些頭髮是正常的出息度 那這些頭髮其實就是逐漸在練習 萎縮的 對 所以我們的重點確實在前額的部分 會是需要 就前面這邊嗎 對 兩個腳交這邊 那手術的部分我先大致跟您說明一下 我們會分為兩種方式 一個叫FUT 一個叫FUE 小巴好握拳喔 好 你怕打針嗎 怕啊 每一陣都怕 那你一刺青的時候會痛嗎 刺青只有分兩種 痛跟很痛 沒有不會痛的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住宿的地方了 那跟大家分享我第一天的整個的一個狀況 第一天的話我們先到整所報到 那報到完之後呢 會有郭文幫我做一個狀況的評估 他在跟我分享 指法有哪些種類可以做選擇 指法的話是指自己的毛狼移到前面去 我們想要填補的地方嘛 一般的術士 他是要把頭髮剃掉 那取整片 那會把這個傷口縫起來 是有一個過渡期就是你要剃掉的 現在說是有另外一種比較先進的就是 他只要一根一根的毛狼取出來 然後 中到你想要的地方 他不用剃頭髮 我就不會有所謂一個過渡期 如果我去剃頭髮的話 會變成 我接下來在工作中 對我的形象或者是造型 是很受限的 過問諮詢完之後呢 就會換到院長來幫我做問診啊 院長就會幫我評估我的毛髮量 我的各個區域的頭髮 取的數量 能不能做這個術士 那他就會最後決定說 我這一區 需要幾根頭髮 才可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像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我除了前面前的之外 我還要加強我的併腳的效果 可以自然一點 再長一點點 修飾度會更好 那這個部分呢 院長也另外幫我做一個 毛流的一個評估 說他要怎麼種 他那毛流方向 長出來才會最自然 最好看 所以我覺得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而不是單純 只是把頭髮移植過來 他會順著我們的毛流 去做調整 那院長評估完之後呢 最後啊 就是我們要去抽血 檢驗說 我的身體狀況啊 血球數量有沒有正常 那為明天的手術做準備 那我們術前有幾個重點就是 第一 我就不能喝酒 再來 像我平常早上都會喝一杯冰美式嘛 那這個也是不行的 就是不能有咖啡因 然後吃比較簡單一點 清淡一點的 這就是我術前 8個小時要準備的東西 那因為這個術式選擇啊 據我所知啊 它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的過渡期 像我今天評估下來 院長是說我可能要 接種1800根到1900根 之間就是我的前額跟併腳 這樣的數量 這就是今天一整個流程 好那我們就準備明天見啦 Let's go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第二天的早上 那剛剛到了時候啊 有先做一個快篩 快篩完進來 這邊就是他們的休息室 院長啊 跟其他護士 已經在做術前準備了 然後進來換上他們這一件 就是手術的衣服 那手術前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 他手上的金屬、飾品、引擎鏡 什麼都不能戴 包含我的耳朵、耳環這個 也都要拿下來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先進行進去取法 取法就是 把後面的一些頭髮先取下來 那之後再種植到我想要指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進行手術了 接下來看看整個的過程吧 好那剛剛顧問的部分 跟院長又做再次的確認 在術前其實做蠻多次確認跟檢查的 所以其實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執法的 就不用擔心 因為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那需要多久 那會有什麼問題狀況的發生 他都會事先跟你講 所以其實是蠻安心的 像我到目前準備要進行手術了 我還是很放心的交給他們 接下來因為要進手術室 那我們就等一下 手術的休息時間 再跟大家聊聊新的 GO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取完頭髮了 我剛進到手術室 我人生第一次進手術室 竟然就是因為執法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剛剛的整個過程 因為手術室不能拍嘛 那我們進去之後啊 因為我們要取的頭髮就是後面這一區 我現在後面被包起來這裡 但是呢 因為我這一次選的術室啊 是沒有剃光的 沒有剃頭髮的 所以我後面的頭髮還是長的 那他取出來的頭髮也是長的 醫生剛好說 他說這種術室 在整個台灣會做的人 真的比較少 因為這難度真的很高 一般如果要取頭髮 你有剃的話 大概只要半個小時 4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剛剛從進去到出來 大概花了兩個小時 才一根一根這樣取出來 取髮的過程中 一開始 打麻醉 會有稍微有一種 被針刺到的那種感覺 然後剩下的 我就睡著了 因為你畢竟被麻醉 所以是不會有任何疼痛 他就是 不管在取頭髮啊 還是在整個手術的過程 對我來講的感覺是蠻舒服的 所以我就 有稍微睡了一下 其實跟一開始想像中的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大家知道 我刺青蠻多的 所以我以為 他可能就是 能耐一下 撐了這幾個小時 就可以結束了 但是就是 從進去到出來 都是整個很安心的狀態 就是醫生會跟你說 現在要做什麼啊 然後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現在做到那個步驟了 然後你會有什麼感受 他都會直接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 整個過程是非常的放心的 像現在醫生把 標記線都畫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就是直髮 在這些標記線 把剛剛取下的頭髮直上去 那剛剛 取下的頭髮是長的 所以等一下直上去 他就是長的 只是 因為我加強併腳嘛 那併腳的地方啊 他可能就會稍微修一下 讓他不要那麼長 因為 我後面頭髮其實蠻長的 所以等一下再讓大家看看 直髮後的效果 那我們就有先休息20分鐘 等一下就要進去直髮 那等一下直髮完再跟大家分享 GO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直完髮 回到家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直完髮的心得 剛剛取完後面的頭髮之後 我休息了20分鐘嘛 那就去做直髮 那直髮的話 因為我這一次直的呢 除了前的這塊M型之外 還加了這次兩側的併腳 那併腳的難度真的比較高 因為他會根據我們的毛柳 的位置去做調整 比如說像我這邊的併腳 他其實是有一點往前自然卷的 那我另外一邊的併腳 他其實是往下長的 所以天生毛柳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前額區跟併腳的頭髮 都比較細一點點 那我們後面的頭髮一定是比較粗 所以呢 他在討論上啊 我覺得非常棒的就是 他可以依照我的髮流 去做一個直髮的設計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啊 我們就會先打麻醉 前額的麻醉跟兩側的麻醉 併腳這邊會稍微有感覺一點點 因為這邊的皮比較薄嘛 打完麻醉之後 他就開始直髮 整個直髮時間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那種完啊 他整個術後的效果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有頭髮的樣子 就不會說像人家說那種凸凸的 或者是旁邊那種 剃掉那種感覺 我今天是沒有這種狀況 所以 術後我就可以馬上看到 我整的完成後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很多人會說 欸 直髮會不會痛 我覺得打麻醉的時候會痛 但是 他在幫打麻醉的時候 他旁邊會用一個分散的 分散注意力的振動器 所以他在旁邊做振動 在這邊打麻醉 所以你那疼痛感覺其實 減低蠻多的 那直髮過程其實是不會痛 你會感覺就有點在那種 摸你的那種感覺 那整個術後兩個小時出來啊 精神狀況啊是會比較累 其實我出來就會有點晃生 那我強烈建議啊 做手術的當天一定要有人陪同 出來之後也不要提重物啊 去製造出可能性的出血 這樣的話效果會比較好 那最後出來之後 除了拍 紀錄之外呢 他會跟你講所有的術後的 你該做哪些準備 不論吃什麼東西 然後要怎麼做保養 他都非常的詳細跟你講 然後他還很貼心的附上一個 就是術後的護理包 那這護理包啊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保養裡面 都會用到的東西 就在這裡 他總共有三格 這一格就是藥品 他就是有 止痛劑 然後 止發炎的 然後一些藥品 他會跟你講 因為會根據每個人身體狀況 去幫你配藥 然後會有一個藥膏 就是因為我們取髮跟止髮 都是有一點微小的傷口嘛 那回來要擦藥膏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紗布基因 跟我們要噴併腳的死鹽水 併腳這邊就要用死鹽水去做保養 最後他就附一個洗髮精 就是這幾個 我就用這種比較溫和的洗髮精 去做洗髮 然後他也怕說 因為止髮後啊 他還是會有一點點小血株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一種 毛巾 這種毛巾的材質 是針對我們這種傷口 比較不會刺激的 那就是他整個護理包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全面的 好 那我們今天第二天的 止髮手術分享就到這邊 那明天呢 就是第一天的疏後回診 那他會教我怎麼做清洗 順便幫我做洗髮 然後洗髮完之後 會有一個復原的儀器 然後做復原 那我們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 那我們今天已經來到手術後的隔天 今天要做的流程呢 就是術後的第一次回診 等一下呢 我們要先做洗髮 他就會拆封袋 然後做清潔 他順便教我回去 該怎麼正確洗髮跟保養 那會做一個雷射 加速他傷口的恢復 然後再來做一個高壓養 這是他們新的儀器 也是可以增加快速恢復的 那等一下就讓大家看看整個過程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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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洗发出来了 那他也教我回去该怎么帮自己做洗发 那我之后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束后的隔天 它整个的效果 它其实发际线跟头发是很明显的 而且我最喜欢的并角也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并角 然后很多人好奇的就是我后面的取法区域有没有变 其实啊 你们是看不出来的 昨天的手术完成 今天我回去只要好好的整理它 我就就变回原本的样子了 对 所以就只有比昨天丑了一点点而已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雷射跟高牙氧 加速它的恢复效果 那我们就准备 GO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了 雷射跟高牙氧 那雷射其实就蛮简单 就是坐在那边然后戴上眼罩 它会用一台雷射仪 帮你做一个受伤的地方的加强恢复 那比较不同的是高牙氧 是最新的机器 它主要就是让我们在一个高压环境 让头发的生长速度变快 然后愈合效果变好 那我自己体验下的新的呢 它就有点像我们坐飞机那种飞上去耳膜 会有一点平压的感觉 那所以其实它也没有不舒服 因为整个高牙氧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那我在里面也躺进去就开始休息了 所以也没有不舒服 然后还有它的高牙氧里面睡点蛮好睡的 就很柔乱 那以上就是我雷射跟高牙氧的心得 最后就会带给大家整个指法的流程跟心得体验 好,那我们现在指法到现在已经整个都完成了 那跟大家做一下整个指法的最后总结 这次指法流程我们分三天 第一天的话主要就是来检测、咨询、讨论还有抽血 先了解一下我现在的状况跟我想要的方式 他们做比较精细的评估 评估完成之后第二天就是手术啦 手术有分上下半场 前面就是先做取法的动作 后面就是做指法 那在手术过程啊 比较不舒服的应该就只是在打麻醉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入增感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就是感觉有人在触碰你而已 指法后啊 因为有膨胀剂的关系 所以啊它会有一点昏沉沉的 所以指法我还是建议 不要自己一个人 有人陪同效果是比较好的哦 第三天就是回来做第一次的术后清洁 那会有他们帮我们做洗法 那也会好好的教我们 如何做洗法跟回去怎么保养 我们除了洗法之外 还做了雷射跟高牙氧的部分 主要就是增加我们的身法速度 还有就是让伤口快速愈合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执法流程啊 好那这次的执法为什么会选 这个原因其实它有几个特色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不用剃头发 但是需不需要剃头发 可能需要找医生评估过 比如说你的局部区域可能会比我还多 那医生都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病角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它可以顺着我们的毛流方向去做种植 还有它长长出来效果是非常好 大家应该有看到整个疏后的效果了 第三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这里除了执法之外 它的后续一个服务跟恢复效果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高牙氧 这也是他们会有的设备 以上这三点是我会来这里做执法的原因 然后在整个过程体验下来啊 他们的服务接来流程 还有整个的执法流程是非常完善的 因为它会跟你说你等下做什么事情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或什么样的不舒服 它都会直接提前告诉你 让你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做一些比较未知的疗程 或者是述势的时候啊 其实它有提前告知 会让我们真的安心很多 所以整个过程我是很放松的 大家不会觉得 诶 我很害怕是什么 我来执法之前 我可能是知道了几个我需要的需求 但是对于整个述势 我是没那么了解的 但是整个执法过后 像我今天跟你分享的 你应该就可以更了解 执法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不用很担心 我这次选择的执法诊所呢 是位于台北的大安区的毛绝生法诊所 那我是预约刘院长帮我做执法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类的需求 或想咨询 都欢迎在这影片下方的咨询栏 有一个链接 那你们可以去这边做咨询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咨询的同学啊 你可以直接说 你是在我们影片看到的 那想要了解这样的术士 那他们就会为你服务咯 好 那我们这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一意恢复给大家 如果没办法回复的 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 最后上面附上IGFB 这边有like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信或预约 那我们这影片到这边结束了 下部影片见 拜拜